通常拿我跟他前男友去比较 咋的了 我前男友 东方就跟我说 他跟他前男友一块去做摩天轮的时候 他跟我举例子 一看下面就是说那个 往下面瞅眼 他男朋友就知道他想去哪个商场 就问他那个想不想去 那是我前男友他细心好吗 要不然就是一块去吃饭的时候 还没能点菜就知道你想吃啥 那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你要去鸡公宝的话 你只能点鸡公宝 不是 那你怎么跟你前男友分手的呢 就分手了 为啥呀 是不是还惦记这大姑娘 我没有 有吧 没有 我们是和平分手 不是和平分手 为什么和平分手啊 是 老实际上 嗯 不是 老实际上 老实际上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就爱自己而已嘛 有爱是成全一个人 成就一个人往上走嘛 没有爱才去害一个人嘛 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不都在害他吗 咱谈恋爱能好好地谈吗 能不作吗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老师们 一起进入丘比特论卷 郭红兄 办公室恋情是最容易公司不分 最容易场合不分的 所以办公室恋情 最重要的是保密 最重要的是克制 最重要的是牺牲 他为什么实时地 在同事面前批评你 你会感觉到委屈 因为你混杂了自己的身份 你认为我首先是你的恋人 但是他想表明的 你是我的下属 你是我的同事 这一点你首先要明白 你既然选了 只有几条路 一条那就是冷 我们说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做到 还有一条 我说的难听一点 那就是滚 没有办法 办公室恋情 它有一个最明显的 那就是审美疲劳 那就是没有新鲜感 你在一举一动 哪怕你给其他的女同事 滴一杯水 拿一张纸 它都看在眼里 处意就在这样的积淀 在这样的发酵 所以女生 我想和你说的是 办公室恋情很美好 但是恋爱当中 还有一种美好 那就是距离参生美 可能是一种牺牲 但同时也是一种美好 明白吗 谢伯鸿兄 谢谢 小鹏老师 我问一下男生 当初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你明知公司不允许 办公室恋情 你还去追她 是这样吗 她是你们公司里边 最优秀的女生吗 我的优秀评判就两个 第一个外形 加上工作能力 叠加在一起 综合得分 是 那姑娘 既然你是最优秀的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 你吸引不了她呢 也许她认为你是最优秀的 但可能在你内心当中 你并不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男生 只要不够自信 他一定是管控他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的 女生也一样啊 你也许会认为 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讲 第一 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男人 没有原则的男人 对女人来讲很可怕 因为公司规定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你却恰恰破坏 你敢于破坏规则 那未来你们两个在一起 他也许也会破坏恋爱规则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嘛 他才会在外面 那么想表现 亲爱的 我想吃这个 我想吃那个 做给别人看 希望告诉给周边所有人 这个男人属于我 没安全感 所以你知道吗 你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 没有安全感 她越没安全感 你就越在那儿 不停地没有底线 这种状态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你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他会越来越强迫地抓住你 他不会离开你的 他放不下这份工作 你不要想辞退他 他放不下的 因为一旦他离开这份工作 就代表他离开了你 所以男生你要知道 当你跟你的女朋友 没有安全感 就会让他在这里 无限地作和闹 同样对女生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作和闹 吸引不了男人 只会让一个男人厌烦你 我不知道之前你的男朋友 到底是因为讨厌你离开 还是是因为你讨厌他而离开 但至少我知道 你没有能力 或者你知道自己 不足够吸引一个男人 你才会想不停去抓一个男人 所以先把自己打造了够优秀 离开这家公司 是你要做的 而不是他要做的 自己离开 去找一份属于你 自己认可的工作 做好了 让他主动过来找到你 这样你的爱情才可以长久 否则的话 你早晚会被他 卡掉 他是没办法做他妈的主的 那可咋办呢这个事 再了解了解不行吗 人反正都到了成都了嘛 他还能往哪儿跑啊 对啊 首先我之前我来成都 我还是骗我妈的呢 我骗我妈 我说我到成都找工作了 因为我妈就知道 他这个人的存在 我妈就不同意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我跟他分手了 然后我实际上 我就到成都跟他一块了 他之前就什么都听我的 现在就我说啥 他也不听 就我不是我特别喜欢 就是自拍嘛 就有一次我就拿着我的手机 我说你看 我说我像个花片 就拍个可好看的那照片 然后他说 我不觉得你像个花片 我觉得你像个花盆 说我像个花盆 那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说我就仙气飘飘的 然后现在就 那不是花盆 就土气飘飘了吗 那女生 您说这情侣之间 开个玩笑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那情侣之间 如果现在没有这些玩笑 那肯定少了很多乐趣啊 那你不之前也是老是说 我那脑袋长得像谭鱼似的 我也没说啥呀 主持人他就是在狡辩 他就是找借口 你这么告诉我 他除了跟你 他说是开玩笑 你觉得羞辱你之外 他还有没有 其他烂七八糟的事 还有啊 前段时间看他那个手机 他穿那些穿皮衣 皮裤的小姐姐大长腿 那我这个歌也驾驭不了啊 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就说 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的 我就喜欢你 就矮矮小小的 那我本来就是喜欢你这样的 那你怎么不说 我刷的那些都是些啥呀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好机车嘛 我主要就是看那车漂亮 那你的那个屏幕呢 那别的男朋友都是设置了 自己女朋友照片 你的还是别的女人 我那屏幕那也是因为 就是那车漂亮我才设置的 我就觉得那美观呢 那但是人家那女的 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人家叫啥名字呀 那你单独动一机车的不就行吧 那机车那不好看呢 他没有那感觉 那那那你弄一机车上 你女朋友拍不就行了吗 他 你也傻 他就是嫌弃我 你把那平保拿下来 你自己把自己屁上去 然后再给他活上去不就行了吗 可是那也不是我呀 他就是不喜欢我了 就是不爱我了 那他就是我们之前路过一个那个药店 你知道吗 就外面就是有个体重秤 他非让我去称体重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想去称 然后他就直接这样 他他个儿大 然后腻鞋大 然后直接这样帮我夹着 当时好多人看着我们 就以为我被绑架了 他还把我抠疼了 他自己不知道还在那弄 最后称没称啊 我没有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重 他凭什么知道 那我跟你在一块那么久了 我就想知道我就好奇怎么了 你好奇啥 我就想好奇一下他就多少公斤级的 那他也知道我是多少公斤级的呀 不是你又不跟他打架 你要整多少公斤级的干啥呀 男女朋友之间在一块那么久 我就是好奇嘛 那我不知道我凭什么让你知道 后来还是没称是吧 没有 我就是我觉得我多爱他嘛 我就是就把所有的都给他 我就不是知道他特别喜欢机车嘛 然后他之前他哥也是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骑摩托车给摔了嘛 他妈就把那个摩托车给没收了 可能就信信念念的一直练及到那个车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买一辆什么样的摩托车 买了一个400cc的 哎呀 他对我好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就 我没办法呀 我只有一亲妈 我只能听我妈的 不不不不 那摩托车呢 他骑了吗 他骑了 我就是也想着嘛 就是我平时休假呀 放假这些 他能带我出去逗逗风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他就没有 然后我就当时给他买摩托车 也给他骑了一个校要求 我就想让你陪着我 我就让他把那个酒店的工作给辞了 就让他跟着我做化妆重点 他也是各种不情愿 对于我来说化妆就是女孩子做的事 那就不适合男人干 那你辞了吗 我辞了 那你别辞啊 那我没办法 他逼迫我呀 喜欢他 喜欢呢 想娶他吗 想 娶了吧 不还没到时间吗 啥时候时间到 等我跟我妈思想工作做通了再说吧 你妈不喜欢 你妈不喜欢他 不想让你娶他是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边嘛就有一个就是习俗就是我 兄长没结婚就作为弟的你就不能比哥哥先结理解了 我接着问问啊 他这个也挺听你话的你看人把工作也辞了吧 但是他我让他做什么他还是不配合啊 可能就是他有的时候给别的男孩子化妆的时候吧 他就跟别人凑的特别近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就感觉他俩就 在那就是现场跟我直播的秀完爱是我就特别别扭 理解了 那我后面不是也那个挺样了吗 我就改了一下行 我就带着他直播化妆 然后我就让他做我一个人的男模特儿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啊 我给他修眉毛他都不愿意啊 你看你现在光眼眉毛弄了啥样 男不男女不女的 那我妈他本来就不喜欢那男孩化妆